骨盆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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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你们书上来说 任何周图都可以测量 咱们实际上要测量的时候 是在28周 我们产科的第一次骨盆测量 是28周 如果28周以上 我们通常要进行一次测量 还有37周的时候 还要进行第二次测量 那你们说其实是 之前的时候是骨盆测量 到36周之后一定要消毒 消毒后行内测量 对吧 咱们其实在联工上也是这样的 你要做内测量 一定要消毒 那你要做外测量的时候 可以不用消毒 外测量呢 其实之前也是一样的 我们要先问病人的病史 对吧 问病人的既往史 和一般的病史 然后呢 让它开空旁观 水瓶我问 然后大夫呢 一定要洗手 太多和蔼 男医生需要一个女护士来查 然后冬天的时候也是一样 我们要搓一搓双手 这都是 我们一定要有爱伤观念 因为每一个孕妇 她都 她都觉得自己怀的孕之后 其实都非常的珍贵 那咱们就要 针对她的心理呢 要尊重她的这种感觉 那你也会觉得她的孩子比较宝贵 那么在测量之前呢 我们先要校正尺子 那么有的人 他不校正尺子 他测出来的出口有问题 比方说这个正常的骨盆出口 应该是八厘米以上 他一测七厘米 他就给人家下了一个骨盆出口 狭窄 这样是不合适的 咱们好多尺子做的 并不是很规范 在尺子用之前一定要校正 怎么校正呢 我们拿一把皮尺 然后我们把这个尺子 比方说放在这个 放在这个七厘米上 这个等于是出口 是七厘米的时候 我们看看这尺子 七厘米 这个是七厘米的时候 我们看看它是不是七厘米 哎 你看它根本不是是吧 所以这个尺子是不准的 每个尺子在用之前 你看它这个等于相当于是几的是 5.5到26 小好多呀 是吧 所以这个尺子不准 我们在用每个尺子之前要校正 就校正完了 你就测量完之后 加上相应的数就行了 然后这个是七的时候 它相当于才5.5 所以我们要加上1.5 这个大尺子 这个是用于测量骨盆出口的 那么这个尺子呢 是测量骨盆的入口平面的 这个尺子我们也要校正 就校正完了 这个尺子我校过 基本上是准的 看看它到底 哎 这个18 我们看看这个是不是18 15 16 17 这又小一个 对吧 什么弧度 它还凑的是这两只 这个尺子这儿 它标的是17的时候 这儿相当于18 所以我们用这个数测完之后要加1 就是我们每次测量之前 一定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校正尺子 然后首先我们要骨盆外测量了 就是肉骨平面 我们要测量三个尺 一个是恰吉尖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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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就是第一尺外径三大尖镜 那么恰吉尖镜 测量的是两侧 恰前上极外圆的距离 恰前上极我们摸一摸 你们也可以自己摸一摸 自己的骨头 恰前上极它就大概就在这个骨头 这个转折的这个地方 能摸着吧 你看你们几个数摸一摸自己 应该都能摸得着 那么测的时候是测量它的外圆的距离 恰前上极外圆的距离 叫恰吉尖镜 在这儿呢 对吧 那我们就测量它的外圆的距离 这个测出来是23 那么因为它小一对吧 我们再加上一相当于24厘米 那么正常的恰吉尖镜 它的正常值是23到25 23到26 到26厘米 所以它是一个正常范围 那么再下一个是恰吉尖镜 恰吉尖镜呢 测量的是两侧恰吉最宽点外圆的距离 对吧 那么这个时候我一般习惯于怎么测呢 测完这个恰吉尖镜之后 顺势往后滑 滑到它的最宽点 我们就测到了它的恰吉尖镜的距离了 这个距离我们这个值是26加1 可能是24对吧 正常值应该是25到28厘米 它也是在正常范围之内 那么这是两个镜线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要测的是底齿外镜 底齿外镜呢 测的是持骨联合上缘 到第五腰椎极突下缘的距离 取的体位是一定要让孕妇取左侧卧位 左侧卧位 左腿曲曲 右腿伸直 取这个位置 给我固定一下 然后呢 我们测的是持骨联合上缘 到第五腰椎极突下缘的距离 持骨联合上缘我们是特别好找 对吧 我们摸到持骨联合了 我们就能找到它的持骨联合上缘了 那第五腰椎极突下缘我们怎么找 不好找吧 我们找的是恰脊后连线下1.5公分 我们这儿恰脊 我们找它的后连线 然后下1.5公分去测 或者是说称之为 菱形窝的上缘 回去之后你们可以回宿舍 可以看一看这个 互相看看这个的后背 是不是有一个菱形窝 那个窝的上缘 我们来测它的值 你看这个人它的值是19 19加上1应该是20 那正常值低之外 是18的20 对吧 那它也是一个正常的范围 这是入口的 我们需要测的三个镜线 那么下面我们测出口的镜线 那么我们测出口呢 我们是让孕妇双腿曲曲 然后报膝 然后呢 我们呢用这个出口测量器 是测它的出口 其实骨盆呢 它分了三个平面啊 入口平面 刚才我们测了它的外测量 那就是它的入口平面 那中骨盆形面呢 一会儿我们通过内指来测 还有一个出口平面 那么出口平面呢 它是由前后两个三角来构成的 我们先看它的齿骨弓的角度 这就坏了哈 齿骨弓的角度呢 我们是双手拇指 放在齿骨连合下缘 我们先摸到它的齿骨连合的下缘 这是上缘 摸到这个 这是下缘的坏 然后双手拇指对拢 放在齿骨连合下缘 两手拇指放在齿骨的降肢上 这样的话 你是不是就能看出来 它齿骨弓的角度了 对吧 如果这个角度是90度呢 就是代表是正常的 那么测完这个齿骨弓的角度之后呢 我们顺势再往下摸 摸到这个坐骨节节 这就是测量的一个出口横径 我们用这个齿子来测量坐骨节节 内径也就是出口横径的距离 那么这个距离 我做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看我的手法 有好多人将来在工作之后 都这个测量都不会测 都不知道 那个时候可能学的时候 没好好学 我们摸到一侧的坐骨节节之后 然后用这个齿子 卡在这一侧的坐骨节节内侧 一定是用这个拇指卡住了啊 另外一个手去找另外一侧 坐骨节节内侧 然后找到了之后 把这个齿子的这一端 放在坐骨节节内侧 然后呢尽量往两边分开 这样 这个还真够大的 这得有10个呢 然后这就是它的出口的横径测量 出口我们就测量这两个 一个齿骨弓角度 还有一个就是坐骨节节肩 对吧 那么测量完了之后呢 我们要测量的是内测量 内测量之前呢 我们一定要消毒 消毒是什么 怎么个消法呢 消两遍都是用点符或者是阿点消 因为阴道粘膜呢 它是怕烧伤的 所以我们不能用点酒和酒精 我们用点符削 削的时候怎么削呢 先削大阴唇 就是你先用弯前 先用蓝口 先加一块点符刹桥 先削大阴唇 两侧大阴唇 然后呢小阴唇 就是顺序啊 阴斧 然后呢大腿上三分之一 大腿上三分之一 这边也是大腿上三分之一 然后削完了之后呢 最后是灰晕后联合和钢门 往后一下就行了 我们不要在这儿来回来抹 万一它这大便没有擦干净 你们在这儿抹呀抹就都抹脏了 所以咱们就从灰晕后联合这儿 往后一下就行了 然后这样的同样的顺序削两遍 削完之后呢 我们可以让孕妇 然后脚踩在床上去 一个膀胱整个食位 这时候我要去内测量 内测量因为你们看不见 所以我们只能说 然后内测量 我们要测量的阵线有三个 那么一个呢就是 乙极刃带的宽度 坐骨极你们知道在哪个地方吗 学解剖的时候学了吗 回头咱们讲那个微山保健的时候 我拿那个骨盘膜 再给你们看看 我们测的呢是 测和的坐骨极肩径的距离 是中骨盘横径 我们用手进去之后呢 放在衣道里之后 放在衣道里之后 打开哈 这个都坏了 然后 然后呢我们摸到一侧的坐骨极 一侧的坐骨极 然后呢双手往后翻 然后往对侧滑 然后找到对侧的坐骨极 所以这个呢 这是一个非常主观的测量 对吧 我通过我的手指去测量 如果双侧坐骨极间的距离 能够融六指 说明它的中骨盘没有问题 它相当于大概 中骨盘横限是十厘米 那如果说 它小于六厘米 那就中骨盘就窄了 啊 那么第二个要测量呢 就是坐骨极和底骨之间的这个 底极正在的宽度 我们通过 我们摸到一侧坐骨极之后 从这一侧坐骨极 然后往后下 等于是往底骨那个方向去滑动 如果你要是这个距离够三横指了 那这个也是正常的 就底极正在的宽度正常是三横指 如果说你在摸到坐骨极的同时 你的手就摸到了底骨了 那是不是这个底极正在宽度就斩了 对吧 所以我们如果要是没摸到底骨 我们往后稍微滑一下 那估计就够三横指了 那么还有第三个阵线 就是对角镜 对角镜呢 我们是用中指去找这个底甲上缘 中指去找底甲上缘 我们测的是底甲上缘到齿骨联合下缘之间的距离 所以你中指呢 找到底甲上缘 然后用这个食指呢 往上紧贴着齿骨联合的下缘 贴好了之后呢 我用这个手来做好标记 这儿贴到了齿骨联合下缘 好 我把手退出来 然后用尺子去测量这个点 到这个点的距离 它就是对角镜 对吧 那么通常情况下 如果你这个手指啊 在阴道里面摸不到它的底甲上缘 就说明它的对角镜是大于12.5厘米的 它就是正常的 那这呢 就是整个骨盆测量的一个过程 包括骨盆的外测量和内测量 咱们就都讲完了 那下面我们就找两个同学来演示一遍 好 首先是 像患者不考虑了自己的情况 然后 主要是想询一下病学 然后一定做的情况 然后主要是先介绍说 骨盆跟外测量的一个要性 然后 男医生的话 因为有一个骨盆树包生 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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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茶 然后之后的话是 然后 然后应该是把 之后是排皮胃 排皮胃的话 排皮胃的话是 养过胃 然后 这是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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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洗手 擦干 然后 是 照准这个仪器的准确度 嗯 你就说一点就行了 刚才咱们叫了 然后 这个是 擦1.5厘米 嗯 这个大的是 擦1厘米 嗯 就很小了 再看看 那大的肯定是擦1厘米 你先聊着 然后 这样就先测量他来一个 骨盆树 外测量 嗯 然后先输入 鼻极 尖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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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尖枝尖枝 尖枝尖枝的位 尖枝尖枝 这不是二十吗,二一二二,对吧,然后这个一米小一个,因为它小一厘米再加上一厘米,二三厘米五回。 然后最后是恰吉尖击,是恰吉尖击,然后它是恰吉的最宽处。 恰吉尖击是两侧恰吉最宽点的距离。 然后是往上滑。 当时我在真人身上可别就真正顺着皮肤就滑上去了。 那清天的往上,再给人滑出个盒来。 老师最后应该是二十六加二十七。 那最后是… 抵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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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抵较… 然后… 左腿是七夕,右腿是伸直,一般是持骨联合的中联。 另外一側是墙后上级临线,增通线的下一点无敌。 其实这两个点是测量的,就是持骨联合上约终点到第五腰椎极图下约的距离。 只不过这个第五腰椎极图下约咱们不好找,所以我们通过一些提表的标志来找这个点。 最后是测量。 患者齐移,仰卧位,然后双脚七夕,然后锁包。 双脚八夕。 双脚八夕。 对。 不要测了,实在是不好测。 双脚八夕。 是双手拇指对拢,放在尺骨联合下缘,两个拇指,不是,就是尺骨联合下缘,然后两手拇指放在尺骨酱汁上, 在实际的孕妇身上测量的时候,我们记得手应该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模型不太好,就是手一定是放在她的屁股这儿,对,这样来测, 不再拆了… 然后,这种是,两手拇指,两手拇指,两手拇指, 两手拇指, 因为手也放在下面了 对 放在下面 对 这个手法是对的 然后再到边房的时候 手法错误就行 这个很大这个出口 那如果这个我们说这个出口横线正常值应该是8.5到9.5对吧 那它小于8厘米呢 我们要测什么呀 出口后始状件 出口后始状件需要有一个测定的尺子去测量 就是出口测量仪 哈姆斯出口测量仪 但是因为咱们目前没有这个尺子 而且从我上学开始就没有这个尺子了 所以咱们知道测到哪个地方就行 后始状件是测量两侧坐骨节节 肩镜终点到底骨下端的距离 这个距离如果这个后始状件测出来 如果加上骨盆出口横线大于15厘米的话 正常大小的胎儿是可以分面的 我们就知道有这个出口后始状件的测量就行 但是咱们没有这个尺子 我也没法给你们演示 然后现在是测他们的那个骨盆测量 然后换起来应该是起胖胖结束的 然后主要是消毒 用这个磁波加热点 然后先消大阴腑再消小阴腑 然后再消阴腑 然后再消那个大腿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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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 所以我消的时候你们都看见了吗 消一定是从内往外消 30G这样消的啊 别有的人从外往往里消 这是错误的 然后最后消的是外面的 从后联盒消到刚刚吗 后联盒消到刚刚刚 然后消两遍 最后的话是先测他的 说一下 呃 做骨子进去 对 做骨子进去 就是中骨盆测的进去 谢谢 然后是用四指跟中指 对 跟中指 然后是用四指跟中指 然后是用四指的进去 进去 进去 好了 没有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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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然后两个中指是分别提出 然后是用四指做骨子 然后如果 是这样底中吗 我刚才讲的 哦 是这样 对 我们应该先摸到一侧的做骨子 然后呢 再去两个手续 找另外一侧的做骨子 是这样 往下滑动 滑到低骨上 嗯 滑到低骨上 嗯 滑到低骨上 然后这个距离如果要是用三指 是正常的 嗯 然后之后是侧盘的一个对角镜 嗯 对角镜的话是 中指的话是 呃 触摸它的那个底下上缘 嗯 然后四指的话是 贴住它的尺度联合 尺度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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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缘 然后之后的话是 呃 记录一下它的一个位置 对 用多少手的四指尖 尖尼标志啊 嗯 标志 然后出来做 撤完它的那个对角镜 对 然后是 如果是带四点 的话是正常的 嗯 就是意思是 你这个中指 如果找不到这个地甲上缘 那这个对角镜 就会大约十二点五的 嗯 哈哈哈 哎 好喝 这个需要记的东西要很多啊 对 嗯 首先向患者介绍一下它的情况 嗯 然后我刚刚讲解 你的讲解 你的讲解像 和另外性测量的必要性 及操作中的不是 嗯 然后自我介绍一下 嗯 然后把患者借到 呃带到四点水 嗯 让它排尿后 把氧落位 嗯 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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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骨盆测量仪 校正 两个大小都叫骨盆测量仪吗 是 两侧掐前上级 后员 在哪呢 掐前上级 摸上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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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 嗯 22.5 嗯 23.5 嗯 然后摸摸的 恰起肩径 是想后找恰起最高 最宽点 嗯 之间的距离 嗯 20 26.5 嗯 接着27.5 25.25 28.25 正常 然后测 然后再测 他的 叫鼻齿 外径 嗯 幻者排 把左侧卧尾 左腿曲 右腿伸直 一侧固定于持骨 持骨联合上缘的终点 然后另外一侧是 恰脊中 呃 恰脊 后面线 第五腰椎脊下缘 对第五腰椎脊下缘 这个下缘 这个下缘就是点水 恰脊后 连线中点下 下一点五厘米 嗯 或者是连级窝的上角 嗯 这样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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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八 再一十九 嗯 这块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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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出口患者,不患者,要双手抱歧。 两手大拇指并猛,至于患者吃骨严和下缘。 这个肯定是在下缘,对吧,但是它下缘挺低的。 两手拇指的走行,要和它吃骨降肢的走行相对,侧侧吃骨弓的角度。 如果是带着,就正常想败股正常。 然后向下走,摸到带着的坐骨间接。 坐骨间接。 不好摸啊,这个骨盆,不是特别的理想。 这个骨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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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骨盆。 骨盆,这个骨盆,这个骨盆。 这个骨盆,这个骨盆,这个骨盆。 然后尽可能往外拉,煮一下叙手。 1,2,3,3,3,4,4,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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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然后让患者摆,双叙腿放到桌子上摆,这样摆。 用点附和阿尔点销骨外 首先销大一唇 然后销小一唇 然后销音符 最后是由内到外销大腿的上三分之一 最后一道要销吃骨 要销大腿内上三分之一 最后要销 会因后联合到肛门 我们侧骨盆外 再销大腿内上三分之一 也要戴着它 前面也要戴着它 要销大腿内上三分之一 把手细到肛门里面 首先要销大腿的肛门肩颈 摸到一侧的肛门肩 之后向另一侧滑动 摸到另外一侧的肛门肩 如果是可以容纳六红指 这就不正常 然后再销大腿 屁股 是在肛门肩 摸到一侧的肛门肩 摸到一侧的肛门肩 下滑动摸到肛门肩 下滑动摸到肛门肩下段 如果是肛门肩 如果可以容纳三横指 上面是正常的 对脚筋 对脚筋 中指摸到顶颈上缘 然后食指 食指是比到尺骨连和向缘终点 用左手的食指固定 对脚筋 标记一下食指和尺骨上缘的那个点 对脚筋 然后可以出手指之后测量这个 对 对 如果再也穿得要吃着 嗯 非常好 希望今天那个知识量比较大 让我们三个检查放到一块儿讲 那我们就暂时先练习到这儿 好